在桃園中壢经营美法造型公司的林梦如 趁着春节期间回到台东丽家部落举办议检活动 希望将自己所学回馈部落 我姐姐弟弟然后我嫂嫂 然后他们对他们有就是发起这个活动 然后就想说就一起 就是老人家要下去剪头发可能不怎么方便 如果人家有就是有要求就是说可不可以来帮忙我 或是像我们这样回部落 我就会非常愿意就是直接前往过去 就不会去想太多就直接就是帮忙这样 设计师们精湛俐落的剪法技术 一早就吸引许多族人来排队 孟如说四年前就开始举办议检活动 但不只服务部落 若是家庭与团体都是他们议检的对象 他们在北部所学 一回到部落 他们就把他所学奉献在部落 他就会去那个怎么讲 帮忙或者到那个安养中心 或是主动到就是贫困的家里 里面这样这个一举值得我们其他的联系人学习 就是老人家 或者可能有一些可能 就是家人可能没有办法带出去弄头发 然后可能就是 也没有这种怎么讲 就是机会就是有外面的人来帮助这样 可能我想说我就顺便就一起帮忙这样 这种就是活动啊 或者是这种举动可以影响别人 孟如谦虚的说 未来会持续举办议检活动 希望能影响更多族人及社会大众参与 一起为部落及社会中需要帮助的人 贡献一点心力 原始新国文章杆特地板台东北南采访报道